留学生想在日本就职的超过六成 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找到工作 留学生找工作真的就这么难吗 哈喽我是程学员说日本 从名字大家就可以猜到我是在日本的程学 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十年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真实的日本留学生活工作 咱们先来盘点一下日本最缺人的行业 首先呢是介护行业 介护这个行业啊 咱们可能跟中国的认识不太一样 我在养老院可能呃伺候伺候老人啊 或者说是我在这个医院呃给这个给这个老人打打针什么的就可以了 但是在日本这边有更复杂一些 首先呢在日本这个介护是给老人要端食端尿 就从叫起床到盖被子到洗衣服到洗被褥 然后到换一切的东西换尿布都需要你去干 但是这个介护呢也是有好回报的 我认识的介护大哥有一个40多人在这边干的 他每个月能拿到40多万日元 他是没办法了 为什么呢他学历也就那个样 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体力活嘛 照顾老人任劳任怨养孩子养父母就够了 但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 介护这个工资是很少的 到什么时候介护开始工资高了呢 你要去学一定的知识拿到资格证 哎你的这个工资才能上去 刚开始起薪大概是平均21万左右 咱再说了介护这个行业啊休息日太少了 去干个别的活儿 你是不是双修 你是不是365天能修120天在日本可是介护不行了 介护可能你一周就只能修一天 甚至是你一周一天都不能修 这种人手短缺的行业里啊 加班是平常 但是他加班是给你加班费的啊 虽然刚开始你加班费不多 但是你渐渐的基本工资提高以后 你的加班费会上涨的幅度比较大 那广大留学生们适不适合这个行业呢 我跟大家坦诚的这么说吧 如果你是一个城里的孩子 你干不了介护 这还不用说这个大好卫生扫厕所啥子 你如果能干得了 那我是佩服你 但是广大留学生我估计90%都干不了 除非是农村出身的穷苦孩子 愿意吃这碗饭 第二个缺人的行业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行业 俗称搬砖行业 换个水泥啊 或者你去运个沙子啊 你去铺个路啊都可以 或者是你去开一个大车 这都是属于建筑行业 有的人说说我学建筑设计 那不也是建筑行业吗 我去画设计图 对不起啊 在你有名之前 你肯定是去工地上当监工 这我认识多少在日本 说刚开始名校毕业 当建筑行业的梦想是什么呀 做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画画什么图纸 画画设计图 成为有名建筑师 考下什么建筑师 二级资格证 一级资格证 但是呢 真正能考下来 真正能去做设计的 凤毛麟角 在一个现在吧 日本的这个大工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 也是越来越少 年龄也是偏高一些了 年轻人都不爱去工地 咱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留学生 适不适合这个行业呢 很多留学生在日本 想从事建筑行业啊 梦想 成为日本有名的建筑设计师 什么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可能你去了以后 最多最好的结果 就是成为一个包工头 第三 咱们来说一个 目前在日本平均 每年大概有 150万人才缺口的一个行业 就是IT行业 IT行业为什么缺人啊 因为日本人啊 他不愿意干理科 他觉得写代码 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 才能干的活 他也不了解 而且日本的这个IT 编程代码培训体系 非常的落后 咱本来就说 日本这个IT互联网 平均要落后什么呀 中国5到10年 在这个前提下 他的人才逐年短缺 咱倒不是说因为日本生的少 所以说他这个人才短缺啊 大家都想去学文科 都想去当高管 都想去说做办公室 当一个正常的白领 这个行业门槛啊 其实不是那么高的 你包括在日本啊 50%的IT从业人员 都是文科生转的 这个文科转IT啊 在日本很正常 那这个留学生适不适合呢 首先我个人意见觉得 留学生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编程基础才适合 你不是说上来以后啥都不懂 你往那就是给人写代码 给人测试 那不现实 就包括你去面试的时候 他也会测试你一些技术问题 看看你有没有相应的项目经验 有没有对这个行业的热情什么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如果你是计算机系的学生 或者是其他想转IT的学生 一定要干什么 提前学习 每天写代码 每天就混那些代码论坛 你进入那些技术高超者的这个圈子里 逐渐的就耳濡目染 进竹者赤 进墨着黑 你渐渐的你就变成代码大神了 你在国内啊 可能是IT行业的门槛比较高 但是在日本啊 我相信啊 99%的留学生都能干 第四个行业啊 就是服务行业 你比如说饮食业 酒店行业 还有什么旅馆行业 都属于服务行业 那这个服务行业的特点是什么呀 工资低 昼夜颠倒 再一个就是节假日上班 是它的特点 为什么呀 你节假日酒店旅馆多 你这些客人多呀 你得去对应啊 所以呢 你跟你的家人生活 基本是脱节的 然后这个酒店行业 也是比较缺人的 这像服务行业 酒店行业 很缺人 你不好请假 你请假了以后呢 可能你们这个职位 这一天就得放天窗 导致呢 这个行业就是特别特别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这种感觉 工资低啊 这是这个行业 多年都没法改变的现状 为什么呀 首先啊 服务行业 主要是日本人来干 其次呢 他这个人才不足的 由外国人来补充 就任何人都能干 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门槛的 行业的工资 永远就高不了 平民工资啊 也就是18万到20万左右 留学生适不适合 你瞒心自问一下 如果你是为了换一个长期工作签证 这个再留的话吧 你干也行 但是这行业啊 天花板就这么低 没前途 你就是一眼望到头 你干五年干十年 你就还是一个前台 干五年干十年 你还是去跟人就是打老卫生啊 端茶倒水这种的 在日本啊 最好不要干这种就是纯需要日语的 最好是日语加一门技术 这个样呢 你的上升空间还大 你将来才有发展前途 你将来买房买车才不愁 想在日本找工作 就要早行动 多调查 我是程学员说日本 记得三连点赞关注